位在臺南市新化九層林的希拉雅族人 百年祖地 在日治時期被化為石燕林 國民政府時代化入中興大學新化林場 範圍 二零零九年 因為新化林場進行土地重測 全面清查後 認為部落族人住在新化林場範圍內 是侵害中興大學權力 要求部落族人遷離 期間雖然經過幾次協調 但還是無法符合當地希拉雅族人的期待 而破局 於是新大林場就告部落族人佔用土地 要求法院執行驅離一共三十五戶希拉雅族人 不過這期中興大學控告新化 希拉雅部落佔用土地案 中興大學已在三月十四日早上 委託由律師向法院提請策告 讓前往臺南法院 原本要參加言辭辯論庭的希拉雅族人 難言興奮 對那久了也覺得很無奈 跟我們討論庭 原本要求消息一下 不錯 對啊 更高興 田上是怎麼回事 田上說他早上有傳證過來 說跟我們討論庭 田上也是跟我們說 中興大學委託由律師撤告 沒有在出席法院的辯論庭 長期支持希拉雅族事務的臺南市政府 也認為展現了族群 互相尊重的胸懷 在臺南是一個很重要的位置 希拉雅族人歷經正名運動 又意外遇到土地爭議 雖然目前還沒有獲得官方承認 是原住民族的身份 不過歷經這起訴訟案 希拉雅族人對正名有更大的期待 相信歷史和土地一定會給 希拉雅族人正義 記者 intention 台南市採訪報導